大家好,我是Daphne营养师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代餐 很多减肥的朋友会去找一些减肥的产品 然后代餐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使用的一个减肥的产品 然后想要减肥的你,我相信肯定有尝试过 什么是代餐呢? 代餐呢,其实就是代替你一餐的这个食品 然后代餐到底有效吗? 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告诉了我们 代餐呢,其实是对于减重是非常的有效的 它能够让你的这个energy in控制的非常好 很多人减肥的话呢,对于这个食物的这个卡路里呢 可能比较没有概念 然后又往往呢,受不了食物的诱惑,很难自律 那么这个代餐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去把你的一餐的卡路里锁定 那么就能够把你的这个energy in减少 代餐既然这么有效的话呢 为什么有一些人使用代餐过后呢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这个效果 其实呢,是用错了方法 有一些人呢,他们一开始使用代餐的时候呢 看到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停止了代餐过后呢,又出现负胖的情况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的这个食量很大 你的这个卡路里摄取非常的高 那么你使用代餐的话呢 它帮助你减少了这个卡路里的摄取 就是energy in 所以呢,减重是会有效果的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用代餐的话呢 太过的过度 三餐都用代餐 把原本可能你摄取的这个2000卡路里的饮食 减低剩下了800卡路里 这个时候呢,你就从你的这个正常的饮食 减掉了超过了1000的这个卡路里 加上你可能很积极的做运动 所以呢,你在一个月内可能就瘦了一个5kg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所以开始停止了你的代餐 然后恢复你的原本2000卡路里这个饮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的身体还是处于这个肌饿的这个状态 然后身体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呢 也是减缓了 身体就会以这个两倍的速度 把你摄取进来的卡路里 双倍的转换成脂肪 所以就会腹胖了 你腹胖了 可能你有想到开始这个你的代餐去减肥 你可能就是成功又减肥了 但是当你停止了代餐 你又腹胖了 这样子的循环 我们称之为yoyo 就是这个摇摇的这个effect 因为你把你减掉了这个重量呢 又反弹回来了 第二种人呢 他们用代餐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他们可能是在饿的时候就饮用代餐 然后呢 他们原本的这个饮食呢 是造就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他们的这个所摄取的卡路里 就是说energy in是没有改变 又或者是比之前的这个energy in 就是所摄取的卡路里还要高 那么当然他们的体重就没有改变了 好 以上两种呢 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两种用代餐的案例 如果你知道其他的使用代餐的这个方法呢 也欢迎你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 好 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代餐呢 第一点呢 当然要选择这个你喜欢的口味 然后这个代餐呢 一定要带给你这个饱足感 在选择代餐的时候呢 看一看代餐的这个营养标签 就是确保这个营养是均衡的 就是含有碳水货合物 含有蛋白质 好的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呢 最好就是含有纤维 你开始在用代餐的时候呢 建议先代替一餐 让你的身体去慢慢的适应 然后在用代餐的整个过程中 记得也要维持这个身体的基础代谢率 如何维持呢 你可以观看我另外一个视频里面都有教哦 使用代餐的时候呢 要学会这个均衡饮食的这个概念 那么就不会在没有代餐的时候呢 就不懂怎么样去控制那个卡路里 造成这个负胖的情况 所以大家记得呢 其实减肥呢 它是一个持久战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慢慢的减肥 循序渐进 我们要的呢 其实是loose weight的时候 也要keep fit 就是保持你的身体成为一个 异瘦的这个体质 那么你就不担心过后会有这个负胖的问题了 所以我想要再次强调的是 减肥呢 也要注重你的健康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体质 然后 所需要的一个减肥方案呢 可能也不同 很鼓励大家就是找营养师 来为你设定一个特别的这个方案 Daphne 营养师讲堂 为你带来养生 饮食 保健的一些健康概念 喜欢我的朋友呢 欢迎你点赞 按like 或者subscribe这个频道 以收看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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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